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三规五戒略说 各位比丘 各位比丘尼 各位沙弥沙弥尼 各位居士 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场 好 那么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要来 三规五戒 保护人生五戒 不是众种 三规五戒 诶 我说这个 普通话 国义听有吗 有 有听没没 重要我再说台语一下 不然我们就说国义就好了 中国大陆技术听得比较有 他们也会听 他们也会听就对 本人听 分他们听 是这样 好 那么今天 三规五戒 这个元旦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做三规五戒 这个是有居士提起来 我觉得也很好 那么在这个元旦的跨年 昨天我们跟大家法谈 那么现在呢 给大家做三规五戒 然后让大家回去 叫做所谓的新的一年 有新的开始 这我觉得蛮好的 真好 那么三规五戒 三规五戒 它到底在佛教里头 是什么意思 那么在我们生命当中 是什么意思 那么这大家需要知道 知道了 你清楚了 你欢喜了 你愿意做了 那这个三规的体 新的体就成立了 你如果这样坐那边 我没关系 你就坐歪架来 没关系 比较自然的 做这斜斜的这样就可以 好 不可以 做斜斜的没关系 那么我们有居士 他学佛了 那你觉得呢 我多皈依吧 那么这个事物来了 我也去皈依一下 那个事物来了 我也去皈依一下 结缘性皈依 有这种的 有皈依有好处 有败有保败 没有败倒下去 所以呢 就要冠近来败 所以就冠近皈依 就这颗皈依 那颗皈依 皈依有名皈依去皈依 也有这种 这不错 那就是欢喜心嘛 但是呢 这欧得到这个皈依体 不容易拿得皈依体 那么有居士是不同 有居士他很谨慎 他觉得 他知道皈依是 一种承诺 一种 一种对自己的承诺 也是对法界 对佛菩萨的一个承诺 那么他认识我 就十年了 我刚来这里 夫妻就认识我 他这次跟我长谈 他觉得应该皈依体 这种话我听起来 这就是过去不同的人了 他的皈依体有应验 这种话讲起来 我会起鸡皮疙瘩 很难得 很难得 那么这两类人呢 都很难 都很不容易 为什么 因为能够生起这样想法的 当然第二种人呢 是比较深沉的 思维 谨慎 那第一种人就是 欢迎生起来 再说 爱宝宝也知道 这也是一种方法 但是最后 你们都过来的时候 师父会用一种方法 来教导你们 最后你们都靠过来了 那我用一种方法 那就是 就我的立场说 师父的立场说 只有一个 要让诸位 真正得归一体 这才是大事 这是大事情 这是大事 什么是归一体 是一种心愿 一种心愿 一种承诺 一种很深 很谨慎的承诺 承诺听到吗 就是一种 一种 一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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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 那么呢 这种承诺呢 是承诺什么呢 是用我们自己的生命 来立一个誓愿 立一个誓愿 立一个誓愿 这个誓愿呢 誓 宣示 愿 愿心 宣示一种愿心 这种愿心 在你的内心里呢 是 真正当一回事 而且 很强大的 推动力 你比如说 有人 他要去爬玉山 然后开始爬的时候 准备东西 他为什么要去准备 因为他想爬 准备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缺乏经费啦 有可能买不到 他要的东西啦 好 最后 他还是不放弃 买好了 买好之后开始爬了 刚开始爬还轻松哦 越爬越累越爬越累 爬到后来 简直不想爬 为什么呢 这个高处不胜寒啊 能同行的人越来越少啊 你就想算了 这个情形 有一种人会坚持的下去 就是宣布 或者宣告 或者立强大誓愿说 我一定要到山顶的那种人 他会忍那口气 没有谁逼他 但他会忍那口气 说不行 我说好了 我说好了一定要到 再难我也要上去 所以呢 他能排除万难 就这样上去 你想 凭什么力量 爬玉山又没人要他爬 为什么 一般人讲就是自己的什么 自己的承诺 或自己的决心 或自己的人格 或者自己的一种 自我信任感 自我接受感 我连这个我都做不到 那我以后我能做什么 所以我一定要做到 这种内在的自我要求 誓愿 归一 这种誓 宣誓跟愿心 他具有 比这个还要强的力量 我再来做个第二个比喻 第二个比喻是什么呢 你看哦 那个有人 男的很漂白 女的很美丽 然后各自交男朋友 交女朋友 我们不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友 多交一下 交着交着年纪大了 开始要定下来 我们说我们以 我们以这个结婚为前提 然后交朋友 最后结婚 好我们来结婚 你看看哦 这两个人本来都什么样 各有个人的感情姻缘啊 好多男朋友 好多男朋友 但最后他们两个姻缘定了 定了怎么样 定了之后呢 他们就去法院公证 现在叫做公证结婚 好吧 多一点啦 来怎么样 来定婚啊 来迎娶 你看哦 这两个人还是这两个人 但是经由这个结婚的动作之后 人家问 这证婚人问 你要娶他吗 我愿意 你要嫁给他吗 我愿意 你们两个人将来 要在人生当中相互扶持吗 我们愿意 相互忍让吗 我们愿意 愿意两个人互相睁一眼闭一眼吗 我愿意 好 问三个就好了 那就证婚成功 好 这两个人就叫做夫妻 从今而后这两个人 男的不能再交女朋友 女的不能再交男朋友 注意哦 这个男的也没有修什么行 这个女的也没有修什么行啊 也没有说要干嘛呀 但为什么从今而后 就不能这样做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他宣示了所有亲朋好友都知道了 死黑啊 死会了 人家不能再有感情关系了 第二 我对他有承诺了 那我就要承诺到底 就像我希望他对我的承诺继续一样 两个人还是原来的人呢 你的汤啊还是没变呢 你也没有修什么大行啊 为什么经由那个仪式之后 两个人就突然间觉得定下来了呢 宣示 而且经由别人的证明 帮你证明过 诸位 皈依的力量是比这个还要再强 还要再强 所以他胜重大难 他其实是很胜重 他其实很不容易 也因为这样 所以大家都知道 我给人家办皈依大概都两个小时以上 起跳 皈依都是两个小时起跳 不收费用 两个小时起跳 为什么 因为那是你成为佛弟子的第一道 也是最重要的关卡 未来成佛做主修行 通通从皈依开始 我还告诉你一件事哦 撒咪 撒咪尼受戒 也是从皈依开始 也是去受皈依 你看这皈依居然是这么强大 皈依穿透在家到出家的某一些戒律 基础戒律 都是从皈依体的建立 所以皈依是一种很强大的自我怨心 这个怨心可以当下使一个 看起来是 昨天还是一般人 今天经由皈依之后 那个身心转变 性格转变 意志力转变 接着命运转变 皈依的力量大到这样 那么这皈依是一个出家人 要为居士们主持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球上 这个国家社会 有一个人皈依 有一个人的心 向于成佛 两个人皈依 有两个人的心 向于成佛 成佛当然远了一点 至少向于好人 而且是修道的好人这样做 这就是师父们 师父们在利益众生 在报父母恩 在报众生恩 在报三宝恩 在报 当然要先 报三宝恩 报众生恩 报父母恩 报国家恩的行为 为什么 因为我们正让这个地球上面 决定地增上了一个 未来的 未来成圣的圣人 做个圣人 离你来讲是远了一点 但是你皈依 是走向做成圣的开始 所以皈依是很重 很重 那他为什么这个力量会大 大到 他是怎么个发挥作用呢 来来来 怎么发挥作用 他是这样发挥作用的 我们人还都凡夫 对不对 我们有欲望 我们有我直 我们有脾气 对吧 我们有很多人际的关系 对不对 人际关系可能有好有坏 对不对 但是你经过皈依之后 皈依体如果你得到了之后 你那个心情 以前想要生气 突然间你会觉得 我似乎不应该这样生气 你本来抽烟抽很凶 你突然觉得 我可以少抽一点 甚至于我可以不要抽 你本来吃肉吃了很多 你突然间会觉得 好像也不需要吃那么多 没有人要求你 为什么 因为皈依那个体是一个开关 是一个心灵愿意自我承担 将来成为一个殊胜的 利益众生的 具有悲心的那样子 有智慧有悲心的一个觉悟之人 讲佛太远了 先做觉悟之人这样子的心情 你开动了那个念头 你一动了这个念头之后 过去你认为理所当然 可能别人受伤害 但你不觉得 或者你抒发你的那种 那种怨气很自然 你现在觉得不自然 你觉得以前骂人是理所当然 我是老板我骂人很理所当然 你慢慢自动的会觉得 似乎不需要这样吧 我可以改变一下吧 我有必要这么生气 也让别人难堪吗 我可不可以得理 然后饶人 不要不饶人呢 我可不可以少一点自己的受用 多一点给别人呢 我可不可以接受 别人有过失 多一点空间呢 我可不可以对待自己 不要再这么的看不起自己呢 连这样都会改变 没有 不是因为师父给你的什么 给一直教你 不是这样 是因为当我有办法掀开 你那个皈依的心的那个开关 你念心一打开之后 你我都与诸佛同友的那份决性 就开始苏醒了 这个苏醒是一条横长的路 生生世世的路 但是你今生因为教育的关系 成长环境的关系 因为你的事业的关系 感情关系 家庭姻缘关系 好坏的关系 让你没有注意力在那里 你接不上来 你也打不开 就有点像 一个宝藏放在箱子里 这个箱子又因为地震埋在土里 你其实有 但很少 根本不知道去打开 你连它存在都不知道 何况还打开 但是皈依 不但教你存在 还牵着你的手 在师父面前 我问你 要不要打开 你说我愿意打开 这下子我牵着你的手打开 你告诉我你愿意 然后我牵着你的手打开 这个动作就叫做皈依仪式 那你听懂吗 所以它非同巧克 它是一个佛教徒之所以 跟 它还是凡夫哦 它也是要给我怀疗哦 它还是凡夫哦 但是跟一般人的 没有皈依的凡夫 它展现出不一样的风貌 它自然流露出来 不一样的 在这里 也因为这样 这个皈依体存在了之后 它自然会简别 是佛法 非佛法 非佛法的 也是有可能是好的法 比如说儒家 道家 也有可能不错的啊 但是它知道 我的佛法 有更深刻的意思 它不会如佛相混 如佛相混 是在儒家那个帝王时代 不得已说给人听的 或者是没有学佛的时候呢 你导引他 因为他儒家背景太重了 因为以前都是儒家在考试 儒家取士嘛 都要背试书五经 然后呢 为国王做事嘛 所谓为天地利新 为生命利命 所以 百无一用试书生 古兽人这样说 对吧 书生能怎么办 百无一用 那只有一种用 就替皇帝老爷子做事 最有用 古人是这样 所以说这一切都要以 儒书 尊王 朗仪 不能够反背 反抗国王的统治 皇帝的统治 作为生命的核心意义 他国家 皇帝以这种方式来取材 读书人永远不会反抗 永远不会抗辩 中国就这样维持了四五千年的 帝制 但现在已经民主时代 意思就不同 我们必须真正的恢复成为 一个佛弟子 他福音的生命最终最终 最高的指导原则 就是三宝的指导原则 他这个指导原则 说是说三宝 其实是最终只有一宝 是什么宝呢 内心里头佛性之宝 佛性之宝由佛实践 显现成佛像 佛性 佛的外相出来 叫做成佛 佛再把显现内在佛性的方法 讲出来 明知为法 那么有一群像你我一样的 所谓世俗人 是因为夜感来投胎的 我们这些世俗人来投胎之后 他发心专心的去修持佛法 并且进行离遇的生活方式 为什么要离遇呢 因为离遇之后可以专心追求内在的决性 比较容易 再来他可以杜术众生也更容易了 你比如说我现在坐在这里 我刚刚跟我们大专同学 我们台大还有国防医学院同学 谈一下佛法 谈一谈回去刷完牙 时间到我下来了 几乎没有我自己的时间 我要为大家服务 但是如果我娶了老婆 我就要为一个女人两个萝卜头 如果我生两个的话 这三个人首先要先服务一下 再说服务完了 他们心情很好生 这里可以帮你去服务别人 现在事务没有这个眷属姻缘 随时focus居士的需要 或者我们出家事务的需要 对不对 这就是专心的实践什么 利他的生活 这是出家人 但在家人虽然没有这样 因为你被我今天掀动了 我带着你的手 自己打开内心里头的 那个决性的覆盖面 让你知道有决性这件事情 并且跟你说 你愿意打开吗 你愿意将你的内在决性 显发成为能够利益自己 利益一切众生的这么一个人吗 你说我愿意 当你这么一说之后就打开了 你看起来跟师父 我们都叫做凡夫 都还有这些烦恼 没有错 但我们已经不是一般的凡夫 我们对待自己的烦恼 或对待利益冲突 或对待我们自己生命的价值 不再唯我独尊了 我们开始懂得思考 生命更高的价值 利益别人是什么 内在里头 我会生气的 会烦恼的内念心 有那么必要 这么那么烦恼吗 你开始会反问自己 这个 就是人类当中 最最 一切众生当中 最最最 最最重要 最宝贵的内念心 我告诉诸位 这个不但人有 连狗猫都有 但是他很难得 能够坐在这里听 他听不懂人语 我又很笨 讲不懂狗语 所以只好算了 先养他 给他怎么样 看出家师父不会烦 下辈子来投胎 遇得出家师父 愿意归依 我只能先做这个事 所以我看到狗猫 我都说好乖 好乖 相爱归佛 归法归身 将来去投胎 以后做事物的好乖乖 只能这样子 让他跟我结好缘 我讲不懂狗语 猫语我也不会讲 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作为一个人 能够听闻佛法 能够安稳地坐在那 能够有自我思维跟反思的能力 这叫做人好修行 但是佛法不是只有在人身上 在狗猫 一切众生身上都可以做的 所以讲人间佛教 是不能偏颇的 是说多注意人间的需要 但不是佛教只在人间 度化众生立牌位 不是死人的佛教 因为那些牌位都是过去的人死的 来牌位的 有的没有投胎的 所以度亡也是人间佛教 没有人间怎么会有王者呢 怎么会有所谓的祖先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 了解这样 所以 这是皈依的很重要的概念 你们 愿便皈依 想不想掀开心中的那个 佛性的盖子 让它显现佛性 愿不愿意 愿意 好 光这个愿意就让你坐下来了 坐下来之后 十五先跟你说清楚 我要做的就是这个动作 诱导诸位做这个动作 好 那么呢 愿意这样做 如果你愿意这样做 那么你就知道 你心中有四件事情呢 是皈依应该要了解 最基础的道理 也就是说 怎么掀开这样子的覆盖着 我的佛性的这个盖子呢 怎么去做呢 你在佛前说 我愿意皈依的时候 说我愿意皈依的那一刹那 你是同意了以下这四件事情 第一 皈的第一个意思 叫做反邪皈正的意思 也就是说 我要用翻邪皈正的方式 来掀开我内在的决性 让它显法 什么叫做翻邪皈正 什么叫做邪 以前我们常听人家一句话 人不为己天诛地念 有没有 是不是这样子啊 其实是这样 其实恰恰好是 人为己了才会是天诛地念 因为太为自己了 每个人都为自己 那这个世界就是杀法而已 没有错 做好自己很重要 但是呢 有人就是没办法做好自己啊 没办法做好自己 他会伤害别人 他还会怨恼这个社会啊 那最终 我们这在社会当中一份子 我们得了很多 他老是得不到 固然他的夜报无耻 但是我们如果都不分给他 他永远没有翻转的机会 那如果我们继续地说 我们很强 我们继续拥有我们的 你要知道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 可能我们跟他就不同了 有的人贫穷啊 小时候他就没有受到好的教育啊 没有受到好的教育 不是他天生就有过失啊 是因为他过去的夜感 使得他这样了 结果夜感这样 你又不去给他帮忙 他会永远继续堕落 我们看懂这样 所以人不为己天诸地面 突然间你会发现 其实为他人才是最好的 不是一天到晚为自己 你本来没有人教你的时候 每个人都教你 老师也教你 顾自己就好 现在你开始发现 顾别人也很重要 顾别人原来也是为自己 所谓的翻邪归正 什么叫做邪 过度的自私就是邪 最开始的邪是什么邪 犯罪的邪叫做邪 警察就跟你要关 那种叫邪 慢慢的呢 警察不会抓你 不过道德层面上 不道德叫做邪 你比如说劈腿 你一口气交你两个女朋友 交你三个男朋友 没有警察会来抓你 懂吗 但是周边的人会说 你这个人不老实 对不对 是道德有亏 人格有损 但是呢 与法律无欠 警察不会来抓 这是第二类的翻邪归正 已经进入到道德层面 的翻邪归正 那么那第三个层面的翻邪归正 是什么呢 是一般性的 共通的 价值标准 那也算是道德 甚至于是一种宗教性的 你比如说在华人的文化里头 有一夫一妻制 也有一夫多妻制 那个特别有钱的人 他就搞了一夫多妻 连那个新闻记者写 他的老婆 大娘 二娘 三娘 四娘 五娘 七娘 六娘 八娘 八娘 他讲这个时候好像很自然 有没有 那明明台湾就是一夫一妻制啊 怎么你新闻记者写人家的二娘 三娘 四娘 五娘 七娘 八娘 写了都是娘 然后好像都很自然 因为你的标准不同 你突然间觉得他很有钱 好像可以很多老婆 你要回教国家 他容许一个男人有四个太太 这是他们的道德内的事 你看看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社会背景 居然有一点点不同的共同道德标准 居然形成了这样 这个时候我们抓一个 大家都接受的标准 那就是婚姻要忠诚 比如说这样讲 这个时候任何宗教 任何价值文化都接受 哪怕是一夫多妻也要求忠诚啊 你听懂意思吗 好 像这样子的 从道德面再提升到犯人类的价值面去说了 犯宗教的价值面去说了 你知道道德 不同的文化 有不同的道德 你看看在西方人 儿女18岁 如果爸爸还拉着她 绑着她 这个爸爸妈妈不道德 你知道为什么 在西方的文化里 儿女是上帝造的 你只是替上帝把这个上帝的儿子 这个作品 把他养到18岁 他独立 你就要放他走 甚至于反过来 爸爸呢 在儿女18岁的时候 就跟他讲 18岁生日到了 你已经满18岁了 搬出去 我没有必要再让你吃喝 你自己去过日子 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子 我以前也是 我爹也是这样送我出来的 现在我也让你出去 那今后呢 今后他回去看儿子的时候呢 要付饭钱 因为18年是还给上帝的 18年后他自己的 他是他 我是我 所以西方人很在意夫妻关系 因为会陪同你走到棺材旁边的 不是儿子 不是媳妇 不是孙子 是什么 你整编那个人 他们很在 所以西方电影 很在意夫妻的爱情 很在意这个事 他们的家庭是小家庭 这样概念 在东方觉得大逆不道 女儿回家吃饭 你还拿他饭钱 你去笑不才能这样 你看不同道德概念 不同道德概念 听懂我意思吗 我没有说你一定要接受什么 我只是说 人家很自然啊 还有德国 德国宣称 我是因为有个德国居士 在那做生意 他跟我讲 德国为了一个 贫穷不要往下遗传的这个目的 爸爸妈妈如果太穷 如果太穷 儿子可以宣告断绝父母关系 母子关系 从今儿后断绝到法院去判 法院怎么判 法院才不会判他不笑 不会 他说你提出来理由是 因为妈妈太穷 爸爸太穷 会把债务遗传给你 现在呢 你从债务关系到亲情关系统统遮断 一遮断如果法院判 同意了之后 法院马上就有一个公文 一个公文送到社会局 社会局就要介入 把这个可怜的 人家也不认为是可怜 就是说 儿女把他跟他车断关系 这个爸爸妈妈呢 马上带到什么 老人公寓去 由国家养 也是这种观念 在他们来讲 儿女是独立的个体 他没有必要完全承担父母的悲情 父母呢 养育儿女是天子 那养育到什么时候呢 那你该长大 你该长大 你听起来好怪异 华人文化里都好怪异 但是在西方 那就是他们的标准 居然已经做到 由道德面形成法律面 你要知道 道德是法律的先行 有了这个共同道德才会形成法律 他现在是已经这个道德感 形成法律观念 你看他是多么坚固的要这样做 诸位啊 这就是翻邪归正的第三个意义 你要知道 光讲一地一区 一个文化的道德 的道德 那不是真正的道德 所以我为什么常常讲 儒家只是人间性的东西 因为他没办法超越人性以上 因为儒家是local的道德 是local的道德 他不是不一定犯一切处 你知道弥勒菩萨的国度 弥勒菩萨的国度男女 是不会有结婚行为的 他们看对眼了就 就交配了 但是呢注意听 注意听 他们从来不滥情 妈妈不带小孩 爸爸也不带小孩 妈妈把小孩带到大之后 妈妈小孩就让他自己长大 妈妈走人 爸爸走人 完全不细数 完全不贪恋儿女 这叫做弥勒菩萨的世界 将来他来人间 人间人对于儿女的观念 是很薄弱的执着 是很薄弱的 诸位啊 华人文化从来就是血缘文化 爹娘跟儿女的关系 永远浓得分不开 不开到什么程度 不开到这样 不开到 我是爸爸 我立遗嘱 说我要把所有的钱 通通捐给万佛寺 好棒哦 我的钱耶 我的钱我立遗嘱 我要到法院去公正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啦 我活着好好的哦 我没有被胁迫 我没有被骗 法上法师也没有这样 用胡啊给我吃 我真清楚 没有用葫芦给我吃 我是在头脑正常状态底下 我要求律师帮我做证明 这样OK 不OK 中华民国的法律当中规定 即使是这样子 他的太太如果还活着 他的儿子如果还活着 各自可以要求起码四分之一 即便不论他的遗嘱怎么写 都一样 国家介入 我问过中国大陆的趋势 中国大陆说没有那件事 如果我们共产党比较进步 他共产党比较进步 完全像西方 遵守他的遗嘱实践 一毛都不给儿女 他们说有一个公案 他们有一个很有钱的歌星 还是演艺人员 往生了 他要求把所有钱好像捐给哪个慈善单位 他爸爸跳出来 他爸爸跳出来 他的太太还是谁跳出来说要求 政府不批给他 说他的遗嘱这样 照遗嘱做 很像西方 华人文化的所谓台湾 他的法律不是这样 诸位 这叫做血缘至上 超越了一个人 拥有那个钱的自主权 超越 这是一个文化在影响道德 也影响了法律 诸位 那我请问你 作为一个佛弟子 你该遵守哪一种 你要遵守哪一种 你要遵守的 哪一种都可以 你活在中国 你活在台湾 你就遵守台湾 你也没得选择 我只是跟你讲 生命当中更高的价值是什么 更高的价值是超越这一切 到佛法的价值去 这就是翻邪归正的第四 第一类翻邪 第一类邪叫做 违犯法律的邪 第二类邪叫做 违犯道德层面的邪 法律没有犯 但道德层面有尾有缺 第三类叫做什么 犯一切处的 所谓的一般性的道德 或者是一般性共通的 不同宗教也共通的道德价值 这个是第三类 到第四类的时候是 只有佛法才有的最高的超越性的道德 这种道德有时候是跟人间的道德相抵触的 比如说最有名的是什么例子 不孝有三 什么 无后啊我就无后啊 我无后啊 我爹 我爹独子 领养我的时候我也独子 我也独子 我爹还有我儿子 他有儿子嘛就是我 我没有儿子 对不对 我也没有结婚 我就来出家 出家不能结婚你们知道的 对不对 所以出家不能有儿子对不对 受嫁子也不行 这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家怎么样 绝子绝孙 怎么还要听 真好听 让我们里面说真好听 这样要拜才不得 我娘啊 我娘 我娘 我养母啊 我养母要往生前 我就问她 妈咪 不是菩萨 她出家了 她出家九年才往生 我就问她 你死的时候 拜阿尉要放在哪 拜阿尉 你拜阿尉要做什么 你也出家的人 要拜大家 都死死去了 谁要跟我拜 不用 都死死去了 不用 这样不用 真好 心属属性 然后我又跟她 我又问她 我又问她 骨头腹咧 哎呦 骨头腹喔 要浪费空间 更浪费空间 当时还没有肅脏 他喜欢吃鱼 他在家的 以前在家喜欢吃 我也喜欢吃鱼 吃了很多鱼 大鱼 小鱼 都爱吃 最小鱼 鱼不拉鱼 吃到变鱼 我都在吃 你听 什么鱼我也在吃 还要吃豬腳 哎呦 蜜豆粉 你听不懂 现在说到豬腳 豬腳蜜 又会跑出来 你听不懂 啊 实在 真的撩练 不会啦 不会啦 总要有一种过去 好 那我就问她了 她就怎么说 她就说 好啦 骨头有 拔拔拔 跟鱼子隔 以前 我们吃人 现在人吃人 跟鱼隔 所以我娘 什么都不要留 你看看 这在华人文化里 大逆不到 对吧 是不是这样啊 要拔要有用拔 要怎样 要拔拔拔 老婆娘 要在家 拔拔拔 拔拔 这样就没法到去西方教育世界了 又在家拔拔拔拔 倒了 说一说要西方教育世界 还要求你媳妇每天要拔 到底是要去西方教育世界 还是要叫人拜 还是怎样 不是啦 我才坐高铁回来 给他拜 然后再回极乐世界 你怎么可以教育世界 当作hotel 你拔 这都怪异了 这都是文化冲突 这其实就是一种文化 没错 幽好的人不做败 但是幽好不能造神 有人这样讲 要出家 可以咧 但你们不会死 你们爸死 你才去拿我出家 你如果都不死 我就不要出家 好 你挖到百里下 我不知道 我生死 我就不用出家 欸 为什么要拿这个来做交换呢 儿女自己长大了 自己娶老婆 自己嫁老公 自己决定生小孩 自己决定要去哪里吃头鹿 为什么独独出家 他不能自己决定 这是哪门子 好奇怪啊 你爸爸好大 你当爸爸的好伟大 当妈的好伟大 大到可以这样 这就造神了 华人文化里头的孝道 是以血缘为基础 以近乎造神为终点 来对待父母的 佛法也讲孝顺 他是以无我慈悲同体大悲为开始 是以帮助父母解脱为目的的 这两个不一样欸 名字都叫孝顺 怎样 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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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意思吗 名字一样 意不同 要分清楚 多少搞辱佛合一的人 瞎说一阵 就是在这里错了 就是在这里错了 名字一样是因为当年佛经进入中国的时候 没有那些名词 借用了这个名词来用 其实佛教讲的孝道不是这种意思 不是儒家定义的 血缘至上的意思 你要知道血缘至上 就造成了世界的对抗了 你知道吗 你非我族勒 对不对 我们统一族的 什么叫做皇帝 皇帝不过就是家族事业而已啊 对不对 皇帝传了儿子啊 孩子还是怎么样 传了不对还要来个狸猫犯太子 对不对 寡秀你看你知道吗 狸猫犯太子 是怎么要这样子 都在搞血缘关系嘛 人怎么可以因为血缘的关系 而自然跟别人区隔呢 就好像人不应该因为我住台北 我就自然的比住在台中的人优秀 怎么可以这样呢 你懂意思吗 不能因为这样子而自认为我比人优秀 你看看 希特勒为什么要杀犹太人 就是因为血缘啊 因为他是犹太人民族啊 所以我要杀他 没理由 你看人类如果一天到晚在讲血缘 这个世界永远不能和平 所以 这是人间的道德的最高标准 在血缘做建立的 尤其是华人当中 如果你拿这个当做道德标准 我告诉你 你不是真归一佛弟子 你还是我值 你心中充满了什么 大我的爱 看打棒球的时候 把日本干掉好爽 把韩国干掉好爽 你充满了民族情绪 这其实都是堕落之音 你要知道 这是我值我爱 你懂意思吗 懂意思没有 这种道理一般人家 似乎比较不愿意讲 也不好讲 甚至讲不出来 但我必须说 因为你们太优秀 你们太优秀了 给自己鼓掌一下 我没有再伸张一种道德对抗的意思 我也没有说要排斥什么文化 我只是说佛教操一切的民族道德 他有最高的决托 慈悲无我做最高标准 这名为皈依啦 有的这种苦口度 皈依什么不知道 名字叫做皈依 做的是儒家的孝子贤孙 他怎么跟我说 师父我要出家 好啊回去跟爹娘讲 讲完了吃完 师父我觉得不需要出家 在家里拜爸爸妈妈就是巴蒂菩萨了啊 主师不是这样讲吗 我说那说我小肝人天啊 你啊你是 如果巴蒂菩萨 如果是这样 佛祖就不用叫人求生世奉啊 听懂意思吗 他都不做善事 不孝顺 不把父母当一回事 古德当然就这样讲了嘛 是不是这样子啊 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 又不是叫你皈依父母啊 父母因为爱而生我们 三宝是因为慈悲而给我们 法生会命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首先要懂 歸一有四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翻邪归正 最重要的就是 什么叫做邪 心里要明白 不正 什么叫做不正 真正佛弟子的正 是什么 内在的佛性要皈依 你这样知道了哈 皈依这个 好第二 皈依的第二个意思呢 是 反归 反归 回 反归觉佛性 叫做归 第一个意思是 翻邪归正 一切邪都不可做 法律上犯罪的 道德上有亏的 一切一般依于宗教文化所形成的道德 所形成的戒律 这个都不要去犯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佛法的圣性 佛法的觉性的皈依 的显现 要去皈依 好了 第二个皈依是什么 反归觉性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一种动作 就是我以前啊 皈依名 皈依情 皈依财 皈依名 你看政治人物需要名 皈依财 我们需要赚钱 养活自己 我们需要生命当中 需要有人跟我们分享生命 分享生活 这叫情 我们是这种三皈依 也是皈依 三则皈依 那这个要不要 要 我们还在家人 也不可能完全没有这个 对不对 我们不要假装 我们是圣人 我们又不是出家人 不必说没有 但是 我们已经懂了 以前都以这个为唯一目标 现在不行了 现在要反归觉性 是要以开发内在的觉性 作为 作为生命的重要目标 而反而呢 保持一定的感情 低度的经济生活 还有有或无随缘的名声 这样就好了 名声不要说被侮辱 讲得很难听 被人家误会的很厉害 不要这样就好 那么钱财 不要说要去跟人家借钱过日子 这样就好 少买两个 Gucci包 LV包 没关系 你知道很多LV包 买起来 像菜市场那个50块钱的一个袋子 几乎是一模一样 你只要用那个什么 奇异笔在上面写LV 就马上变形 或者再加上拉链 这样就可以用了 你懂吗 我曾经去做了一个 蛮像的 去送给一个大专生了 他说师傅这个我好爱 我好爱 我刚刚叫人家做出来 你懂吗 那也很像LV包 我还把他真的飞出去了 笑翻一堆人 是这样 那好 简单讲就是 财务上这样就好 那么感情上 就大家有个互相照顾 这样就可以 这样就可以 有个诚恳的互相照顾 相互感恩 这样就可以 年纪越大了 彼此之间要互相 要给他感情 不要去外面 以前他怎么 以前他吃飘撇 怎样都怎样 你看老了 就要回来了 碰桌子 一筐 不能这样给他贴 你听不懂 他老了要回来就很好 我们摸他穿 摸他穿 那老公就像小孩同样 你听我的意思 越老越生小孩 你听我的意思吗 有时候要补 要把它量一下 这样 这样就好了 太太也要这样 太太就像什么呢 像女儿 有时候会耍赖 女人呢 不耍赖不叫女人 你要知道 所以说男人要忍得住性子 偶尔让他耍赖一下 偶尔让他小心眼一下 没关系 这样 你那男人哭哪有那种味 那谁人的味 说 哪有什么味 那就去摸到的 不是其他人的味 那你那哈冰杆 就会摸到那个球 那男人生生爱这样 这种存在感才会有 你懂吗 先生偶尔就是 让他闹一闹 这样就 也算蛮愉快的 这样就好了 男人女人在一起生活 是一种艺术 睁一眼闭一眼是一种修养 该说 想说 而懂得 不要说 这是一种超越 记得 记得 这样子 就叫做 把世间的三种皈依做好了 人间 难以说 没有财物 没有感情 没有一点点社会地位 社会地位就是名 没有一点 不可能 但是刚好就好 我们真正重要的是 追求神圣的三皈 什么呢 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神 什么叫做归 就是导向觉悟 走向觉悟 我要了解佛法是什么道理 我去感受佛要我们怎么做 我去听闻师父们讲经说法 我感受一下师父 所要传达给我的生命的讯息是什么 我相信他是 至少我是 我没有任何私人目的 你接受我的看法 我不会多得什么好处 我也不应该想要多得什么好处 我只是热忱的把我的体会来告诉你 那你感受看看 这叫做归佛归法归生 去感受 感受佛的圣性 感受佛所教导的法的什么有效性跟殊胜性 那么感受师父们教导给你的道理的慈悲性 跟内在的用心 慈悲跟内在的智慧去感受 去听闻乎乎 听书讲去感受 这样子 这些的感受 这叫做什么 归一的第二个意思 叫做归反觉醒 反归觉醒 所以你们愿不愿意啊 第一个 翻邪归正 愿不愿意 愿意 第二个 要反归觉醒 愿不愿意 愿意 太感动人了 你们就是优秀 美后啊说 懂吗 还有两个 还有两个 一 归有两个意思 一 还有两个 第一个意思 一 叫做依循 理性上 思考佛法 拿佛法来检查自己 反思自己 这样叫做 一生一世当中 以佛法的道理为最高的理性原则 作为我最高的身口意 抉择的原则 然后我依着他理性的反思自己 有过失愿意改 虽然一时改不过没关系 你只要跟我说 师父 我愿意拿佛法理性的自我反思 即便我改不了 我也能够知道我有过失 我愿意 这样告诉我 你愿意吗 愿意 好 第三个皈依成功了 就是这样 这叫做理性依循 的依 依的第二 第一个意思 依循 循着他 循就是顺 顺你的意思 依顺的意思 循就是循 循着他的路线这样循 就是双人旁那个循 依的第四个意思 最难 最难 但其实你们已经有些居士早就在做了 叫做依靠 我有居士曾经跟我讲 好几年了 他跟我讲说他在做慈善事业 但是有时候小孩子 你明明为他该做的都做了 比如说学费帮他缴了 什么医药费帮他付了 什么他缺的什么衣服什么都帮他买好了 阿嬷那边也打点好了 这是一个弱势家庭 那么小孩子都这样都准备很OK 看样子应该就没事 但是等一下 又生病啦车祸啦 跟哪个小孩子打架啦 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 你总觉得怎么会乌漏偏逢连夜雨 他就曾经这样电话中跟我讲说 师父我们是不是求佛佛萨 你看这就对 这种话让我非常感动 你知道 这就是归一的第四个意思 什么意思 最深奥的 也是一般知识分子比较做不到的 有的理性 理性知识分子做得到 但是呢 依靠理性 依靠感性 然后依靠佛菩萨的救度 依靠佛菩萨的加持 这很多的所谓知识分子 他自己做不到 他老是觉得我最行 我要思考佛法 佛法是让我修的 不是让我拜的 其实他指礼废事 执着那个礼废掉那个事 归一的第四个也是最深奥的意思 就是依靠 什么叫依靠 你看 小孩子 没人教什么 但他肚子饿的时候呢 他刚开始 他从小生下来 生下来的时候 一般人生下小孩的时候 会让他在妈妈的胸口上 停一阵子 他会闻了妈妈的味道 乃至于小狗小猫也是这样 闻那个妈妈的味道 后来这个小孩子眼睛张大了 还不会讲话 还在昂姨啊 还不毛周月 周岁之内 你看他闻过那个味道之后呢 他如果再哭再哭 如果妈妈跟他的缘是好的 那么他一抱过来 他一闻到妈妈的味道跟感觉 跟体温的时候 他就不会再哭了 不需要理由 不需要理由 不需要说明 他就安稳了 有没有 有没有 我们生命当中有时候就这样 有一 我在1987 不不不不 说说说说 1987加6 199394 95 1995年 1995年 96 对 95年 95年底 我去南普陀呢 我去南普陀呢 擔任 准备接任教务主任 有这么一个学生 他出家人 他从别的佛学院转学院来 来南普陀 那么是我建议他这样做的 我觉得南普陀算是一个蛮修行的道场 蛮可以 那何况我跟他手有缘 很有缘 他说啊 他说他正在那个戒场当中很谎 很 很 很心慌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第一次伴戒 传戒 那老师们呢 有时候也很紧张 紧张有时候会骂人 骂人他也蛮紧张 他这个人也是很 很善良的一个出家人 那我到 我大概他们进堂之后第三天 大概在最混乱的情况之下到 到了时候呢 他们当然会迎接我 迎接我的时候呢 我就讲了几句话 那他在旁边 他在隔壁间 赶快赶过来 那事后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说 师父 法师法师 我听到你的声音了 我整个心就静下来 安稳下来 我说我们有缘啊 我没有那么厉害 但是呢 我们是有缘 诸位 我跟他其实 当时见面 在这件事情之前 见面大概不超过 不超过十次 谈话的总时间数大概 不超过二十个小时 应该没有 十个小时多还没有 但居然可以这样 那就是过去的缘嘛 对不对 我们跟佛菩萨就是这样 一称佛名 身心安稳 再称佛名 通身放下 三称佛名 大喜充骗 这是什么样子的心情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将自己的分别 痛苦 恐惧 我直 难堪 通通放下 通通相信 佛菩萨都知道 我内心的苦 佛菩萨的无边的慈悲 了知一切众生的心想 因为他的通透 乃至于他过去无量劫 已经成佛 距离我 人的角度 虽然是无量劫 对佛的角度说 因为佛没有生命心 所以对佛的角度说 就是当下一刹那 所以我这一念心呼唤着佛 我内心的恐惧是因为我是一个凡夫 我势必受着无尽的业障的限制 我真不知道怎么办 这一刹那 我说 南无阿弥陀佛 我愿求生基督 南无阿弥陀佛 世尊我错了 请您加倍我 请您给我智慧 给我勇气 给我慈悲 来面对这人生这么大的挑战 什么样挑战 可能是我的亲人往生 可能是我的事业一夕之间 毁败 可能是我的健康被判定为 极度危险 可能是我的一切最关心的任何人 受了什么样伤害 也更可能是 有这么一个我最信任的人 对我做了什么样子的伤害 这真是我们生命中难以承担的痛 也不是我一时间 哪怕是听闻佛法 以我的心力承担得起 但我相信这一切都有原因 都有过去的因缘 我虽然懂得不要生埋怨 但我仍然这么的弱弱 这么的磊落的难以承担 这突如其来的痛苦 跟愤怒或者是难堪等等 但我知道我错了 我没有力量 我是三宝弟子 我求佛加倍 求法加倍 求一切师父圣生的加倍 让我有智慧 保持慈悲 有勇气 保持努力 以上这样 就是全然的依靠 全然的依靠 并不是去找一个神 不是 是因为我相信 我们内在有决性 我们内念决性与诸佛无二无别 而诸佛对待一切众生的慈悲 是超越上帝 上帝对待众生的慈悲是有条件的 必须福音上帝 这是条件 但是我们呼唤佛的慈悲 是没有条件的 即便我不是归一弟子 我只要相信三宝 我呼唤佛的慈悲 都是有效的 因为他无有一面 离开任何一个跟他有缘的众生 什么是有缘 宣告归一的那个人就是有缘 我们跟他一样在找寻生命内在的决心 所以我愿意 我宣誓 在我生命最痛苦 可能最低潮 或者面临最大抉择 而不知道怎么抉择 的彷徨无助 茫然 或者是最大的快乐而快要失去自我 快乐也可能 失去自我 这一切的一切 当我这样的时候 我祈求依靠三宝的指导 三宝的导引 让我不要走偏 让我有力量 让我保持慈悲 让我生起智慧 让我继续在三宝的修行路上 不偏不倚的前进 我愿意祈求三宝加倍 让三宝导引我 它不一定是什么剑光剑花 什么剑道 什么瑞相 不是 这样子呼唤 就必然有感应 有效 即便你什么都没感觉 它仍然你内心里这样在呼唤 这叫做 依的第四个意思 叫做依靠 这种依靠是带着智慧的 不是一种明信 是带着一种甚深的信任 什么信任 因为你与诸佛身心无恶无别 你的呼唤佛是以物的众生 众生是为物的佛 在本质上无有差别 你因为相信这样 他不是你的创造主 他还不是你的主人 跟一神道 一神教的想法是不同的 这种依靠是不一样的 你愿意吗 愿不愿意 愿不愿意 优秀 非常优秀 这样就对了 我从昨天 一路忙到现在 现在还要继续跟你们讲这个 不是我跟你们讨人情 是因为你们优秀的关系 所以呢 我继续要跟大家讲下去 一定要记得 这四大归一的内涵 我总问一遍 第一 翻邪归正 第二 倒归佛性 反归佛性 第三 依寻佛法 第四 依靠三宝 这四大归一意涵 你们愿不愿意 愿意 好 这样 站 往下就要进行移轨了 那好 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三宝 三宝 所谓三宝 我们先介绍宝 什么叫做宝 宝就是 苏圣意 导引意 难遭难遇的意义 第一个苏圣 什么叫苏圣 因为它能够让你显发内在的决性 离体的三宝能显发 外在的三宝能够显发你内在的三宝 所以你说我们称佛是佛宝 法是法宝 身是身宝 所以称为宝 再来 难遭难遇 难遭难遇是怎样 因为要修行佛法 要皈依 要听闻佛法的道理 不容易 哪怕他已经在学佛了 哪怕他已经在学佛了 他都不明为皈依 我想你们在座很多人你们知道 他讲佛法讲道 头头是道 但他不明为 你如果听懂我今天讲这个皈依的深意 你就知道说 他其实一点都还不是皈依弟子 不要说什么 有的人甚至于是出家人性外道 都不明为皈依 这样懂吗 所以皈依不容易 再说难寻难觅 第三 第三是什么呢 至尊至贵 所以明知为宝 为什么尊贵呢 因为他彻底的慈悲 彻底的智慧 彻底的无我为众生 无论是佛或法 那生当然还是凡夫生 你不敢说他是圣人 能做到那么完美 但是他在学这个 以一个凡夫生而在学习这个 所以这非常难能 要懂吗 好 这样叫做宝 好 那么什么是佛 佛者是什么呢 彻底的觉悟 宇宙人间 人生六道死法界的真理 那么呢 拥有一切众生的平等慈悲 那么又具有 在这个智慧这慈悲的前提之下呢 展现出生命 佛性当中本有的神通妙用 有这三大意义 这明知为佛 所以佛是能懂众生的心的 众生业感重 业力重 所以挡住 你看不到佛 是这样 好什么是法 法的诡则意思 是佛所说的道理 让你走向什么呢 走向心灵觉悟 走向开发佛性的这个道理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法 他是宝 他是至尊至贵 他能够帮助你走到这样 这叫做宝 那么呢 生 生是什么呢 生是合合众 合合众是什么意思啊 有好几个意思 第一个 生合合 就是一群出家人住在一起 他愿意住在一起 你知道尤其是男众 男众啊一个人要跟另外一个人共住 一起生活相互配合 本来就不容易了 夫妻相爱为本 住在一起都不容易了 何况是一群修道人 各有各的脾气 各有各的习气 各有各的想法 人家说 宁可带一连的兵 也不要带两个出家人 呵呵 两个出家人就变三个 三个就很麻烦 就很有意见 出家人本身修行各有 那他愿意的生合合的这种意义 第二个是理合合的意义 意见思想合合的意义 就是说大家都为追寻三宝利益众生而共住 而共同努力 这是很难得的 你公司行号里头各怀鬼胎的也很多 国家 国与国之间各怀鬼胎的也很多 但是作为一个出家人 大家是见和同月 意和同月 见和同解 是一样的见解跟意念大家都合合 所以这是合合种 再来第三个合合什么意思呢 跟他内在的决性相合合 也就是 这是出家人最宝贵的地方 也就是出家人虽然是凡夫 但是他念之再之 实践慈悲 实践觉性 实践自立 实践利他 甚至于他是为了利他 而实践自立 这样子的用心 会感染你努力用功 会感染你 让你感觉到 人间还是有这样子 我可以坦白 我可以放心的 亲近跟接受 跟询问的这种人 这就叫做道人 懂意思吗 所以他名字为宝 他在人间难以找这样子的对象 所以找到你相应的师父 那就是挖到宝 有着这种意思 所以说佛法身三者 为什么都名为宝 他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很高的指导意义 教学意义 还有感染的意义 他是我们人生当中 不容易找得到的 要有福报 你才对应得到 他在人间 是在感染 引发我们内在 内在的觉性 最主要的三个来源 其中尤其是身保 佛视线入灭 法记载在经典当中 没人实践 没人知道 没人说明 没人塑造 人家甚至没看过佛像 所以都要由僧人建立佛事 建立佛像 讲解佛经 这样佛宝跟法宝才能显现 所以这样听懂 听懂 所以僧虽然是凡夫 但是没有了僧 另外二宝难以在人间行动 难以在人间存在 所以三宝 一宝都不能缺 有人 我会 比较傲慢的居士 我是没意见 我不要理他就好了 但他怎么说 他说归依佛 归依法 不归依身 二宝弟子 不是三宝弟子 你懂我意思吗 他是二归依 不是三归依 我相信你们当中有朋友 甚至也有这种样子 那个没什么好 我们也不会去骂他 只能是怜悯他 他不懂得真正归依的意思 这样听懂意思吗 好 那么今天你们都懂了 很优秀 那么接下来呢 就要带领大家 真正行归依的宣誓动作 归依的宣誓动作 有几个意义要懂 第一首先是清静心气 心灵的 因为归依是用心去发愿宣誓 对不对 发愿宣誓 所以心灵的清静真上是必要的 所以我刚刚讲这些道理 让你懂就是清静 第二个清静是什么 忏悔过去 没归依或者做 你不懂道理的时候做坏事 你要去忏悔 这叫做先修忏悔 就好像说一个杯子要装干露 那你得先把杯子洗干净啊 不然你怎么装 意思一样 先去忏悔 第二呢 第二是怎样 要有证明者 一个人发誓自己默默偷偷发 没人知道是没有效果的 所以就好像结婚要有公证人一样 不然你怎么知道 你们两个嘴巴说说就叫结婚啊 不能 意思有点一样 因为有人帮你证明 那谁帮你证明呢 同参道友 父法隆天 还有其他的菩萨 那么还有其他师父 那么谁帮你主持呢 主持就是我帮你做最主要的证明者 也就是所谓的归依本师 这就是你们今天说要来法障法师这里归依的意思 就这样 我帮你们做最主要的证明 其他的呢就是什么呢 官吏 协伴 有点像说主要的证明者 那个法官 那个律师 有点这样的意思 这样懂吗 这就是所谓的归依本师 归依本师不能忘记哦 不能忘记他长相 你懂吗 我为了你们害怕把我忘记 我那归依症前面还放了一张我个人的相片 不是因为我的我值很重 不是这样子的 是因为怕你忘记 这样懂意思吗 好 因为不能忘记帮你归依的师父的容貌 好 要常常想起来他 这样你的归依体才在 好 第三 第三 要正式发愿 正式发愿的时候呢 要观想 因为你们优秀 所以我再讲一遍 再来我们时间还够 我再讲一遍 什么叫观想 那就是归依体 归依体要出现 要有 那怎么样叫归依体 要这样观 好 来 我已经懂得 归依的四个意思 翻邪归正 反归决性 依寻三宝 依靠三宝 理性依寻三宝 感性依靠三宝 我已经知道这样 从今而后 我是一个三宝弟子 我愿意进行未来季 在一切时间 一切地点 一切情与无情的众生面前 情 情与 情的众生就是 有情众生 就是人啊 猪狗猫羊 有感情的 还有 无情众生 草木 石头 山河大地 无情众生 我都愿意 注意听哦 我都愿意 基于归依的宣告 我要断恶 无恶不断 修善 无善不休 利益一切众生 无一众生不利益 当这样观想的时候 注意听哦 大地 被我的心所震动 所感动 大地因此就六种震动 水平 上下 旋转 然后呼声 红隆隆隆声 然后呢裂开一个圆圈 在寺院的四周 那个裂缝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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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小到你眼睛几乎看不出来 但是 从那裂缝当中 升起了戒云 戒云呢 每一个戒云 每一粒的戒云 是一个尘埃 人家讲的PM2.5 那我们那个也是这么小 但是很亮 很亮 很亮的时候呢 发亮 然后升起 第一次的时候 观想它升起 在哪里呢 在差不多这个屋顶高 大殿的屋顶高 两层楼高 然后旋转 旋转 为什么会这样呢 来 我跟你讲 我行一个扇 我就有一份光明像 行两个扇 我就有两个光明扇 光明像 我发愿行一个扇 不是行 就发愿行 就有一个扇 两个扇 三个扇 每一个扇 都有一粒光明像 那我刚刚讲啊 敬未来即 一切实 一切对象 一切情与无情众生 我都对他断一切恶 修一切善 利益一切众生 对不对 断恶是善 行善是善 利益一切众生是善 我对无边的众生 那是不是有无边无边 无边的云 无边无边的善 无边无边的善 每一个善 是不是发起亮丽的光 那现在 我无边的善 不就有无边的光吗 所以是这样来的 我发一切愿 善愿 所以一切善愿的光现前 在屋顶上 我等一下念第一次 我们 我们维诺斯会念 大声一点 他们都听得到 用我的麦克风 我这有麦克风 你也有 那念的时候呢 他会这样念 他会念呢 阿瑟黎纯念 我弟子 我弟子某某 好 那么阿瑟黎呢 是什么呢 阿瑟黎是 归于本师的意思 是归于鬼犯师的意思 就是你的本师 就是我啦 你来 那什么叫纯念 替我证明 古人讲叫纯念 纯下这个念头嘛 替我证明 然后呢 始从我弟子某某 哦 这个某某来了 要用法号 已经皈依过了 你要争议皈依 也是用法号 那法号 基本上是失误给你的 但我 并不认识你是谁 并不全然认识啦 但有些人都认识啦 那我们都从法华经当中 取一个字来给你 男众叫陈 陈清湖那个陈 三点水那个陈 陈心 陈殿我的心 那叫陈 女众叫慧 恩慧的慧 妙怜慈慧 已经用到第四阶了 那男众呢 绿海 陈清 才用到第三阶 下一阶叫清 那这样 所以你为了看到一个 听到一个叫做妙什么的 那叫做早归一 慧就是你们这一阶 你们这一期的归一者 好 那么呢 给一个法华经上的名字 或者大圣经典上的字 基本上是不会什么太不好啦 好 你就要称自己的法号 我弟子陈某或者慧某某 等一下我会给你 懂吗 之后呢 始从今日 从今天开始 乃至命存以来 一直到我死之前 我归一佛两足尊 我归一了我心中所知道的佛宝 他是福与慧 两者皆具足而无上的 的圣者 叫做两足尊 归一法离欲尊 是法 是一切离法职跟我职的最究竟 最尊贵的道理 叫做离欲尊 离我职 离法职的尊 最尊贵的道理 归一生 众中尊 一切众生中最为尊贵 我刚刚说了他是宝 他实践了佛的注释 法的红传 以及修行的实践 给我们看 对不对 所以他是尊贵 众生当中最尊贵 比天人还要尊贵 你说你是凡夫而已 对啊他是凡夫 就是因为他是凡夫才尊贵 如果他是圣人 圣人很容易就做得到 他凡夫还要离欲 凡夫还要修行 还要一辈子 没有眷属在旁边 老死都没有保障 当然还是有啦 出家人会造出出家人 但终究不是儿女咩 那么万一你 你没有住在大众当中 又会流离思索 老来要住寺庙 又要看人脸色 这不容易喔 他敢嘛 就是凡夫生 所以不要小看凡夫生 凡夫生也有他 有他不可思议的功德 就是归一生 叫做重重尊 然后 如来至真等正觉 是我是尊 如来至真等正觉 是我是尊 什么意思啊 如来 成如 成如实性而来 成佛性而来 来到人间利益众生 叫如来 至真 究竟真理 得到了究竟真理 名之为佛 再来 等正觉 他的觉悟到最高 无有再高 叫做等 最最顶端的叫做等 叫做等正觉 这样子才名 才是我说的 我的佛世尊 我世间 以人世间最为尊重 最为尊贵的导师 为什么呢 因为外道也有自称是佛的 但他没有这个名 没有这个如来至真等正觉的名 没有 所以如来至真等正觉 才是我的世尊 不是外道的那个自称佛的世尊 这样懂吗 所以是这样 你要懂这个道 你对我说 你们对我说 这叫宣誓 我要听 这些宣告的 这叫做宣誓的意思 懂吗 这就是宣誓 那么宣誓 一变 今 敗下去了 就开始观想 我会给你时间观想 观想我弟子某某 那么呢 我弟子存聚 今归一佛 归一法归一身 是 于未来 近未来即 一切时 一切处 于一切情与无情的众生分上 弟子寺愿断一切恶 无恶不断 修一切善 不善不休 度一切众生 无一众生不度 观想完了 想到大地震动 六种震动之后呢 这个戒云 从四面八方围绕 升起在屋顶 第二次 再念一次 再对我说哦 阿瑟黎纯念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的维诺书 带你们念 他念一句 你们跟着念一句 对着我说哦 懂吗 对我说 然后说完了之后呢 我弟子某某称自己的法名 成完之后 至真是我是尊 敬拜下去 要观想第二次 我弟子某某 进行受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生 事断一切 我于一切实 一切处 一切情与无情的份上 我事弟子某某 事断一切恶 我不断 事就一切恶不休 事度一切众生 无一众生不度 我这样观想 这样观想完毕了之后呢 刚刚那个云不是已经升到屋顶了吗 这一次呢 凝绝在我头顶上 差不多就在屋顶头顶上 天花板那里 旋绕 像个散盖一样 厚厚的 像香菇一样 旋转的 在屋顶上 一样七彩缤纷 晶 再起来 念第三次的时候 一样再念这个文 念完 我再给你晶 拜下去的时候 我再让你观想 我弟子某某 晶归于佛归于法归于神 敬行受 于一切实一切处 于一切情与无情的众生分上 我弟子 四断一切恶 无恶不断 四修一切善 无善不休 师徒一切众生 无意众生不度 我因为这样观想了 第三次那个云在头顶上 凝聚成为一个水管 凝聚成为一个水管 进入到我的什么呢 百慧穴这里 进来 从百慧穴进来之后 冲遍我的身体 四肢百骸 然后再从我的毛细孔飘出去 飘到十方法界 一切善所在之处 那就是我行善所在之处 我飘过去 停在哪里 这第三次观想 这叫做归于那体 那那个心体 将来你出家 去受沙咪尼戒 沙咪尼戒 也是那样 你们去受八观哉戒 去受五戒 等一下有人要受五戒 受菩萨戒 也是这样观 你最终成佛 也是这样观 这是汉传佛教 要有皈依的一个重要的观想 这样懂吗 要这样观 那已经皈依过的 没关系 你照样可以这样再观一次 这叫做争议皈依 争议皈依 要懂 好 这样皈依完毕了之后 就三戒 什么叫戒 就宣告 宣告我皈依咯 土地公 翁雅公 禅宰公 我都没怎么 没去摆 但是我们把它尊重 不会 不会用锯子把人家锯掉 我在 我那个Facebook上面有一条 有一个 他还锯不断 你知道吗 还 一直锯不断 他已经 没面子 就干脆把锯子放在旁边 是这样 根本锯不断 那佛菩萨让他锯不断 他把佛菩萨头要锯掉 手要锯掉 赶快上我的Facebook 对我要想起来 要记得打卡 要不在万佛寺多照相多打卡 懂吗 要让他卡充多一点 我们才能容易弘法 帮我忙 帮万佛寺的忙 人家都找不到万佛寺 你多打卡他会飘出来 好 那么就是 要宣告 宣告什么 宣告 这就不用观想 宣告而已 宣告三次 对法界宣告 懂吗 这样子 好 如果这样都懂了之后 让你们动一下 做很久了 现在呢 还有等一下要五戒的 受五戒的时候 我念完皈依文之后 我会再念五戒文 五戒文再给你们 好 那么呢 这个 来首先 陈以华 陈以华 陈以华呢 陈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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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名字好 凡 凡 凡传 这个在佛门里头凡 他写的黏在一起了 凡 凡传 凡传就是什么呢 度化众生 那道力量的来源 带领众生走向解脱的那个力量来源 凡 陈凡 凡传那个凡 陈凡 陈木树 陈木树 好来 冰 冰冰有里的冰 三点水 这个 两个木 这就是什么呢 丛林的意思 这树林 丛 丛林 丛林是什么 一切众生依靠的地方 爱咋样 陈冰 再来 陈 黄俊汉 黄俊汉 叫做陈景 景 景 西方 这个西方的解脱景 这是一个景字 五性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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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亨 亨 大亨的亨 亨是什么意思呢 亨通的意思 自在的意思 是亨 再来 曹金 瑞 是不是 是不是 弟弟 好 曹金瑞 哦 受五戒 是不是 哦 你爸爸 妈妈来吗 爸爸在哪里 哦 爸爸来 妈妈在哪里 妈妈有没有来 哦 妈妈来了 那 爸爸妈妈硬要你受的 哈哈哈 没关系 慢慢寻 受五戒 很好 曹 汉 生 这爸爸了 很好 法名本来就有了 陈 哎 他的法名我还没叫他呢 他的法名是什么 等一下 你帮他看一下 好 陈寅 对不对 陈寅 再来 杨国卿 哦 杨国卿 哎 不错啊 杨居士不错 妈妈也出家了 哦 还是这样 所以 刚刚是凡 现在是行 哎 行 行 行向 卸托带领众生 哦 力量来源是凡 哦 好 来 哦 吴贯如 嘿嘿 吴贯如很婆心 陈盘 盘食之人 哦 要做 要做承担者 哦 好 好 真处人 嗯 处人 嗯 处人 呈玉 哇 日丽玉 哇 好啊 要 要洪庸佛法哦 哈哈 好 那么再来 赵上涵 赵上涵 哎呀 好能得啊 那么 邵 邵国师 也是这个邵字 哦 邵是什么呢 法音宣流 为之邵 哦 帮忙 要有缘 说明佛法哦 好 吴俊达 哎 陈文 陈文 门中有文 陈微荣 陈微荣 哎 很好 来 陈微荣 都年轻啊 陈续 续 续日终生的续 很好 再来 陈 陈 陈微辰 哎 你哦 哦 哎 他的补习老师是我双胞胎弟弟黄刚 所以他就说好像黄刚老师哦 好 那么呢 叫做陈简 受五戒啊 哦 他真的能受五戒 不错啊 小弟弟这么好 啊 不错不错 这是弟弟呢 那哥哥在这里 陈 乙 陈乙 或者陈凯都可以 好 叫做陈 玉 陈 对不对 好 来来 哦 阿弥陀佛好乖哦 受五戒哦 哦 你说你是小几 小二 小二 他是大班 佛教家庭 陈冠瑜 爸爸来了 陈子 子冠双运那个子 很好 哎 很优秀 那好 其中今天还有十一个人要受五戒 菜 俗 丑 有来的 有在的吗 上厕所 这么多好 好 菜 俗 丑 好 会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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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王子 王轩怡 怡 要念怡 对不对 好 好 你以前就有法号了嘛 对不对 没有 没有 会喜 欢喜 慈悲喜舍的喜 很好 要跟你的未来事业相结合 好 陈翠荣 好 会家 加 加一的加 加勉的加 王小义 跟妈妈一起来 慧勇 很不错的名字 每个名字都很不错 那对你来讲有意义 要恒常发心为之勇 懂吗 很好 带母亲学佛 为之孝 很好 再来 谢 谢字 淫 对不对 金 这金 好 会纯 你要受五戒 好好好 真好 很好 一家都受五戒 哎呀难得难得 黄金鱼 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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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得 会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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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月娥 黄月娥 要知道 会缓 缓 缓 有什么呢 有与众生结缘的意思 为之为缓 万黄金链 黄金链 会木 木 树木 是木 木 谨慎的意思 有谨慎的意思 好 来 黄秀玉 黄秀玉 会福 福报的意思 康丽娜 康丽娜 好 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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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么 五采 采云 五采的戒云的意思 要这样关一下 这样再来 会菊 不错了 蔡文 文 是不是 梅 蔡文梅 对不起 蔡文梅 蔡文梅 会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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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菊花的菊 是供养佛的花 菊 还有一个菊 还有一个意思 双菊手 那个菊 施金平 施金平 对 会丹 丹是刺心的意思 恰心 张 张 巧 于 他去上厕所 他去上厕所啊 在这里 是这样 那是你娘 所以是在 会 书也送五戒 哇 四位都送五戒 难得 林千赫 林千赫 会咸 木这边的咸 是安稳的意思 庄阿娇 会宁 宁 宁 宁心专注的意思 宁 宁 宁 王淑金 王淑金 会甜 甜是一月的意思 是 你以前就皈依过了 是 思 文 宣 会云 会云 好 会云 不用了 不用了 好 刚刚那位谁啊 那个好 蔡 俗 丑 回来没有 你去上厕所 来 会 富 富就是分香的意思 分香的意思 好 都知道自己的法号了没有 这是一个法号了 好 知道法号了 来 准备了开始了 仪轨要进行了 很简单 很简单 不复杂 皈依轨 拿到了 看第四 问答 我要正式问 你们要答 来 起来 常规 向上常规 已经皈依过的 或者没有皈依 你也可以随喜 以下仪式都可以随喜 如果你有一念想要皈依 在念皈依文那一刹那 你有一念你想要皈依 你本来没想要皈依 在念皈依文那一刹那 你突然间想要皈依 你就说我要皈依 这样就成功了 好 一直到皈依文之前 你都可以考虑 你都可以考虑 会者 常规 常规 常规哦 第四 问答志愿 有没有看到 好 来 我问你们答 如等 如等 既了之 皈依 生意 及法要 今能 发广远 大心 受持 否 能受持 好 能受持 现在我们请圣 请圣 就是我刚刚讲来证明 证明我们皈依 就是帮我们观礼 不是观礼 就帮我们做水洗 加持 同时也做证明 那主要的证明本师是 一位出家师傅 上法下葬师傅 但周边的佛菩萨来帮你 加持 皈依你 所以我们要离请 离请 离请三宝 那么呢 由这个维诺师傅呢 念一句一句的 这时候弟子某甲等 这个某甲念你的俗名 不是念法号 你已经有法名了 就念法名 你还没有法名的 等一下才念 现在念俗名 没关系 懂吗 好 来 开始 来 开始 开喇叭 开麦克风 好 一句一句的念 香花银 香花银 来 跟着念 香花银 香花银 敏 敏 谋甲等 一心奉请 好 再来 水师师家明弥陀佛 水师师家明弥陀佛 西方余凝颖畅陀佛 盃俗离也奥佛 十方从世的一切与佛 太傻做生 大傻快生 与你力道 十二分声 全异就教练 观一世颈 观一世次 文殊古协 清淨海宗 诸大菩萨 诱惑以尊者 西边东族遇上 西边王府遇上 光明会上 敬畔如飞 心为主天 是大明是王 是大师王 天皇大父 天安土地 护戒神皇 同御心 惟命定地 惟恋不为本事 时光射诈 圣蒙受戒 天堂一天 天安土地 天吟过 时吟过 好 引进 拜 拜 拜下去 起来 一样跪着 好 我们离醒一次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接着呢要忏悔 我刚刚讲要清理你的心嘛 对不对 要求忏悔 一样师父念一句 你们跟着念一句 那他第四句呢会念经对佛前 第二次念一切罪障 第三次念一切罪根 好来跟着念念的时候败下去观想 那个身上的恶法 那过失呢从你的脚底板流出去 那灌入到地底下变成营养分 懂个意思吗 流出那个流浓 从脚底板流出 你这样知道的 好不好 好来 来 往昔所造诸恶业 往昔所造诸恶业 皆有五十滩生痴 皆有五十滩生痴 从身于历子所生 从身于历子所生 经对佛前求上回 经对佛前求上回 好 拜一下观想 身上的罪恶从脚底板流出 灌入地底下 好 再跪着 第二次 往昔所造诸恶业 往昔所造诸恶业 皆有五十滩生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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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身于历子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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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对佛前求上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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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来下去一样 观想身上的恶 从脚底板流出 灌入地底下 大圣佛法没有一降恶 是不能忏除的 因为你有佛性 要懂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是最慈悲最慈悲的 要生起甚深的信心 忏悔你的业障 好 起来 第3次 第3次 往其所造诸恶业 往其所造诸恶业 皆有五十滩生痴 皆有五十滩生痴 从身于历子所生 从身于历子所生 一切对佛前求上回 一切对佛前求上回 一样拜下去 观想我的恶 在佛菩萨的慈悲加倍之下 断恶修散 一切恶从我脚底板下面流出灌入土地 清净一切 好 站起来 整个站起来 三称三拜 师父能带你拜 南摩 南摩 佛前皇 佛上 佛上 南摩 佛前皇 佛上 佛上 拜 那是我们的懺悔主 起来 再念 南摩 佛前皇 佛上 佛上 南摩 佛前皇 佛上 佛上 好 拜 起来 南摩 佛前皇 佛上 佛上 南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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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上 再拜 那是我们的懺悔主 起 起 好 好 翻过来 好 常规 嗯 来看这个文 有没有看到 刚刚讲的 阿瑟黎纯念 有没有看到 好 这个时候呢 正式要开始咯 身心稳定 前进下来 啊 然后呢 随着 啊 维诺师父 一句一句的 对着皈依本师而称说 对我说 啊 这样知道吧 对着我说啊 对着我说 啊 好 来 来 来 开始一句 啊 记得啊 称自己的法名了 这就要称法名了 以后 回到家里 夫妻之间都用法名相称 那么呢 同学之间也用法名相称 能的话 尽量 啊 呃 在佛门当中进出 居士道友之间 也尽量用法名相称 懂吗 哦 这个呢 对你有很大的帮助的 我等一下会解释一下 好 你要知道 父母 因为 他们的夜缘相爱 那你跟他们的感情 过去的夜感相感 所以他给你一个肉身生命 三宝因为慈悲无我 悲悯众生 给你一个法身慧命 这两个呢 是一前一后 各有姻缘 那么各自呢 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因为夜感来投胎 有了这个肉身生命 所以给的是一个世俗的俗名 但我们现在在三宝在间呢 是翻转成为一个新的人 我们已经等一下就要皈依 在皈依这一刹那之后 你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心灵上的人 这是一个拥有了新的 全新的法身慧命的这么一个人 那么因此要给你一个断然不同于世俗的法名 所以俗名与法名对应的一个是 慈悲无我圣性与未来的法名 一个的法身慧命 另外一个对应的是一个今生因缘 让你有缘来修行的一个肉身生命 那是基于父母的爱然 跟我们跟他的业缘关系 来源不同目标也不同 但互为支撑 懂个意思吗 没有这个肉体不能修行嘛 是不是啊 所以要感恩父母 但是呢光这个肉体 顶多只是受业受报而已 一定要增上为法身慧命 才是尽大效 同时也是真正的利用 利益我们 运用了我们这一生的生命 这叫做法身慧命 法身慧命 对应的是一个法名 它太重要了 它一切三保护持 一切护法隆天 听到你的法名之后呢 它会肃然起敬 因为你今天等一下要发愿 要发利益一切众生 断一切恶 修一切善 利益一切众生的愿 你将是未来成佛的种子 已经深深重入了 所以护法隆天天人 会非常尊重你 不是因为你伟大 是因为你的法心甚深难得 懂吗 它是一件很庄严很庄严 很庄严的事情 好不好 就要开始 就要开始 很恭喜你们 先恭喜在前面 来 准备 合掌 听着师父念 对着我说 发愿 真心用意的发愿 来 大圣离子念 大圣离子念 我历史上的愿 我历史上的愿重 大圣讲出来 是从今日 乃是命存以来 乃是命存以来 较也 من个尴 Docker sıhh啊 沙厝海 毛做 성공账 虽然 虽然 神吗 赢装 何自己 能胜 是真 我弟子陈凡 汇雪等 念自己的名字 今日归一三宝 是于近未来记一切时一切处 于一切情与无情的众生分上 我事断一切恶 无恶不断 是求一切善 无善无休 适度一切众生 无一众生不度 我如是观想 大地六种震动 所以我的感动 我真心的感动 四周涌起了七彩缤纷的介意 围绕在我的四周 约天花板这么高 大殿的天花板这么高 寻绕 晃耀 让我们身心受到这光明的照耀 柔软而坚固 我说完了你们再观想一遍 要把那个云观想清楚一点 第一遍归异哦 第二遍 对我念哦 二遍归异 阿瑟里承念 阿瑟里承念 我彼此承好 我彼此承证证证证 此从心日 此从心日 乃至命存以来 乃至命存以来 非佛宣如坚固 非佛宣如尊 非法理尊 非法理尊 非神中中尊 非神中中尊 如来自尊能真证证证证证 我是我是尊 是我是尊 好 第二遍拜下去 我弟子 臣凡 臣函 金归衣三保 至于未来切实一切处 于一切情与无情的众生分上 事断一切恶无不断 事修一切善为善不休 事徒一切众生为众生不渡 我如是观想你 刚刚在天花板那么高的界云 四边悬绕 现在从向中央凝聚 成为散盖状 后时旋转光明晃耀 在我头顶上 加持我 光照于我 令我的身心柔软 怨心坚固 观想一遍 第三遍 发色与寸面 发色与寸面 我病死能化 我命死神的重 是从今日 是从今日 乃至命神的来 乃至命神的来 回荒养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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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来自身掌生死 如来自身奔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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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一切情与无情众生奔上 是断 一切无耳不断 是修协善无善无修 是徒一切众生 为众生 我如是观想一 这真诚的怨心 感动我头顶上 散盖状的七材 戒云 现在凝聚成一个圆柱状 灌入我头顶的百慧穴 进入我全身的每个细胞 沉生百孩 然后再从我的毛细孔当中 回归到法界当中 一处都有戒云所在 都是我实践断恶修缮立一切众生 的对象 我这样观想 这个灌入身心就是戒体那身 观想一遍 好 起来 好 中华民国107年 06年 对吧 那么呢 这个 这个元旦 哎哟 真好记 元旦下午两 四点十三分 对不对 四点十三分 记得啊 十三分 四点十三分 然后元旦那一天 107年元旦那一天 这是时间 人家写在你的归一证上面 然后地点在哪里 万佛寺的大雄宝殿 谁帮你归一的 上法下葬 师父 他是你的归一本师 时 处 人 一定要记得 这是你 翻邪归正 反归觉性 依寻三宝 依靠三宝 一个很强大的心力产生的 一个时间 一个地点 跟人的因缘的点 不可以忘记 他将来会产生一个什么样子 一个循序在你最蒙昧的时候 在你最痛苦的时候 在你最无助的时候 他产生力量 在你昏睡的时候 他会产生一个防飞止恶 断恶修缮 度众生的力量 因为你刚刚那个愿力 已经经过我的手 帮你掀开来之后 你将来将会循序的一知行善 懂吗 会一直断恶 内在里头会一种警侧的 警铃的声音 会自己产生 会自己产生 这叫做心体 你要一直意念着师父 一直意念着师父的同时 偶尔要常回来 最好一年当中回来两次 以上 回来参加做志工 或者回来帮忙怎么样 帮忙打扫 或者回来参加法会 你要这样 回来感受一下你这个 皈依心体所生之处 这样知道吗 要记得时间地点跟人 未来要这样做 还有一些要做的要再讲 来我们三节宣告 宣告一样念三遍 这不用观想了 就可以念得比较顺畅 好来一样念我的法号 我们自己的法号 我 我 某某 尽行受 大声一点 乃至 一切 如来 好一拜 懂这个意思 起来 今后一切的外道 鬼神 我们不拜 但尊重一下合格掌 没关系 懂意思吗 跟他念个佛 这都没问题 好 再来第二次宣告 我 我 弟子 我 弟子 唯一同心 唯一航弃 唯一神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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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无唯一切 变破坏法 一起协助协说 协设不做人 乃至天先为神 一切不共心或法者 如来即正等正解 世我是可 然后第二次拜 然后第二次拜 来 弟子 唯一神弃 唯一神弃 好 五戒仪轨拿着 五戒仪轨 那已经归一过的 你先坐下来 没有受五戒就先坐下来 那么好 现在归一的 已经要受五戒的 继续跪着 来 刚刚请胜过了 现在拒问遮难 有没有看到 归一五戒 五戒 五戒仪轨看到没有 五戒仪轨 来 这里 快点 如果你临时要受五戒也可以 你现在想要 突然间想要受也可以 刚刚归一过 你现在就要受五戒的也可以 来 来 来这里 要受五戒的 突然间想要受五戒的就可以 那等一下再把你那个归一症 后面那个五戒 我们再把你写一下 你临时觉得要受五戒了 那就受五戒啊 可以啊 因为在古来 佛陀在世的时候 是归一五戒一起受 所以OK的 很难得 好 那么来 准备 我来问一下 第六看到没有 第六 五戒仪轨第六 来我问你们答 善男子善女人 你今生以来 有没有做以下这六件事 无就答无 有的话就 就答有 快怎么办了 是啊 那还能说假吗 当然不能 来我说明一下 盗取现前生物是有心 有心要去偷拿 或者是骗事物的钱 这样 逃债 一时跟事物借钱 还不起不算 懂吗 故意的要去骗事物的钱 这才算 有没有 没有 有没有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 儿女女儿 这一类人当中 或者是对出家比丘比丘尼 当中呢 行这个男女之事 有没有做这不信横 有没有 应该是没有 那么于 对父母还有师长呢 他在重病 而只有你能照顾 然后你又分身恶心 放弃他 不要照顾 有没有这样 应该不至于啦 当然你说 我正在国外 来不及照顾他 他就重病往生 这也不算 那我就拖不回来 不是恶心的 听到好不好 这个也不算 再来 有没有发起那个 明明知道他发菩提心 杜众生 你的 你的 你的龟一师兄弟 基本都是发菩提心的 但是你去杀他 有没有 没有啦 或者哪一只鸡 哪一只狗 他发菩提心 你知道 然后你去杀他 有没有 有 连狗你都没帮他 你知道他发菩提心 那也你骗人 没有这样做 好 再来 有没有犯五逆罪 五逆罪 杀父杀母杀罗汉 出佛生血 破结膜 转法伦生 这个有没有这样做啊 有啦 不可能啦 好 好来再来 有没有犯这一注 就假装出家人 去受戒 假装出家人去送戒 去受人家供养 去做佛 去送戒 去做结膜法 有没有这样 有啦 不可能啦 你不去做这个 好 行事上我去问一次 来 一 你今生以来 曾经盗取现前生物佛 佛 佛 大声讲佛 二 于六亲比丘比丘你所 行不敬恨佛 佛 佛 这不敬恨必须是 真正的男女行影 魔触都还不算 好 第三 于父母师长有病时 器具佛 佛 沙发菩提心众生佛 佛 犯五逆罪佛 佛 犯贼柱罪佛 佛 佛 没有啦 好 好 那么我们刚刚忏悔过了 现在 准备 就念幽佛社 女众就念幽佛仪 知道吧 好 那么如来至真等正觉是我是尊 是这样的 那么 基本上就是满分 好 那好 那么五戒幽佛社 或者叫幽佛仪 女众要这样称 拜下去的时候跟我刚刚讲的一样观想 好 要不要 有问题 没有 没有 你们其他人呢 就听着 你如果想要归一 你如果想要射五戒 你就跪着 好 来 准备啊 开始了 苏无念 你们帝在念 来 对我说 你如果啊 好 阿瑟以神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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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子念神 佛仪生 佛仪生 佛仪佛 恢佛 恢佛 恢佛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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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来下去 我弟子某某 今 归一受五戒 愿 近未来一季 于一切时一切处 一切情与无情 众生分上 是断一切恶无恶不断 是修一切善无善不休 四度一切众生无一众生不度 我如是 受戒 比刚刚归一更强大的心力 来震动这心中的大地 那么生起更加丰沛而光亮的戒云 于顶上 四周玄绕 光明晃耀 那个光比刚刚还要亮丽 还要强大 照射我等 乃至于周边借兄弟们的身上 柔软清净 内心身体无比都欣喜坚固 好 观想一遍 一遍 靜雲升起 好 起來 第二遍了 張秀聖教崇 阿聖女神燃 阿聖女神燃 唯一 仁 祖文 唯一 仁 佳 阿聖女神燃 規利神担 善 唯一麥紫 祝 They Love Gracias 如来之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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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弟子 成行 今归一受五戒 愿于敬未来祭 于一切时一切处 一切情与无情众生分上 事断一切恶无恶不断 事修一切善无三无休 事修一切众生 无一众生不度 我观想如此 大地所升起的七彩界云呢 凝聚在我头顶上 如有散盖 厚实玄绕 光明照耀 照射我等以及大众 身心柔软 愿心坚固 好 第三次 好 第三次 精讯寿 厚实玄绕 厚实玄绕 年暂分 厚实玄绕 力满分 厚实玄愁 白添寮 厚实惹 如来之尊 adding证 如来之尊等各 Feeling of the Lord 厚实惊 是我是尊 我和弟子 某某 今归一受五戒 至于 竟未来祭 Yup issued 一切处一切情与无情众生等 事断一切无恶不断 事就一切善无善不休 事都一切众生无一众生无度 现在观想头顶上宝盖的戒云呢 凝聚成为圆柱状 从我头顶百慧穴灌入身心 每个细胞百孩 然后再从身上的毛细口散到法界 归位于一切我未来行善之处 都在那里放光照耀 法界当中无一处无一物无一对象 不是我行菩萨道之所 愿三宝明见 弟子心愿如是 内心里充满着 领纳着五界界体的充沛的力量 观想一遍 好 接着一样起来 我们一样哦 这个时候是什么时间 四点半刚好 抓得刚刚好 民国106年元旦下午四点半 要记下来哦 四点半 一个是四点十三分 一个四点半 然后呢 我在万佛寺大雄宝殿 受戒本师 上法下葬师父 然后呢 我受五界了 太恭喜诸位了 都一样恭喜了 接着我们三节一样宣告三次 好 跟着伯格诺师父念 好 我 一起 弟子 一起念 我弟子 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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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一生静 静行受 归满分五界 是真等正觉 是我是尊 好 一拜 女众念优活仪 再一遍 不用观想了 来 再来 我 我弟子 归一我进行 归一法庆 归一神经 敬请请受归满分 解忧佛地 我来去生等正觉 是我是尊 来 第三 我 我弟子 归一法庆 归一法庆 归一神经 敬请受归满分 解忧佛地 不如来自根等正觉 是我是尊 好 好 那么我们来宣戒项 宣戒项 第一 我就念那你们要说能词 不能词就白寿了 第一 敬请受 杀身 是幽不赦 幽不一戒 能词否 能词 大声回答 第二 敬请受不偷盗 是幽不赦 幽不一戒 能词否 能词 第三 敬请受不邪隐 是幽不赦 幽不一戒 能词否 能词 敬请受不妄 是幽不赦 幽不一戒 能词 第五 敬请受不饮酒 是幽不赦 幽不一戒 能词否 能词 好 那么 再问一遍 第一 敬请受 不杀身 是幽不赦 幽不一戒 能词否 能词 第二 敬请受不偷盗 是幽不赦 能词 第三 敬请受不邪隐 是幽不赦 幽不一戒 能词否 第四 敬请受不妄 是幽不赦 幽不一戒 能词否 能词 第五 敬请受不饮酒 是幽不赦 能词否 能词 好 敬请受不杀身 是幽不赦 幽不一戒 能词否 能词否 第二 敬请受不偷盗 是幽不赦 能词否 第三 敬请受不邪隐 是幽不赦 能词否 第四 敬请受不妄 是幽不赦 能词否 能词 众同念 大声 第九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好来 跪着 好 我们因为把今天的皈依做一个发愿 愿我怎么做 这跟刚刚观想意思是一样 但是呢 他由四句记来完成我们的成佛总愿 这是最终成佛 好来 众 众生无边词愿路 众生无边词愿路 烦恼无尽词愿断 烦恼无尽词愿断 烦恼无量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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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道无上词愿程 我用其他层愿怨 烦恼无上词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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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道无上试验尘 众生无边试验度 环环无尽试验断 佛道无上试验尘 佛道无上试验尘 很好 发愿 然后再来十 显义 就是你已经归一乃至于受五戒 这十一个义处呢 这基本上经典上所说 长短不一 大家念一遍 我们就知道有多少的义处了 一 佛指数 主则的诺法学 就多多多 可信心真相 奥念真相 三 受三好加倍不多多大 四 受三神不畏 民受无上识 不 合作一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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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意义很大 然后再来第十一 劝修 这就是你将来 你未来 你做个佛弟子 你要常常做的事 要修行 要自我警觉的事 那么来 我们来念一次 一 一 共同敬担保 无始佛家 恳静生且 无生能也 二 愿地乐有 精进之世 臣世世臣 不一不灭 三 无论经分 共同修得 随随五戒 尽首五戒 四 灵魂头发 思维寒意 非常意念 垂立实践 五 断恶修善 自尽其异 庄慕宁客 实施满行 六 疯灭生辞 八股一心 既悲持民 绝力往生 那 好 来 那么这个的简易 来坐下来 简易跟大家讲一下 快要圆满了 那么简易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要劝修你们 对你们劝修 这个劝修啊 以前啊 我没有太在意 没有太在意 没有太在意 主要是 就给你们皈依了啦 修行看个人啦 师傅引入门 修行看个门 本来是这个想法 后来才发现说 连我们自己 都需要人家提息 我们也要去 请请长老啊 多多的听长老的教诲啊 那我对于居士们的 善心的皈依 我也想多一份用心 多一份提息大家 所以这个时候 我就开始有一点 假设性的表现 说我执着一点 我就在意你们 我就很在意你们 未来皈依该怎么样 那么首先 恭敬三宝 护持佛教 等敬身解 勿身分别 就是说 对于出家人 我们要恭敬 那么能力做得到的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有心出心 有话语权 有什么样人际关系 你需要佛法帮忙 你就帮忙他 这样子 懂吗 不一定只是万佛事 其他寺院也可以 也一样的 要等静 是这样 不过呢 这里头呢 再来 远离恶游 亲近善之事 尘世思生 不疲不厌 这个就在 尘世思生 不疲不厌 这个地方呢 那就要有所说明了 就是说 你呢 一定要怎么样 因为这是你皈依的地方 一定跟你有缘 不然你不会来这些 你知道吗 那跟你有缘 你就要加强这个缘 就好像说 你种子就种在这里 你还不常常灌溉 他都哭掉了 所以师父有义务 要提醒你常常来 回来灌溉 怎么样呢 就是师父也没办法去找你 他有多人 我怎么找人 那人家会说我攀缘 对不对 所以你们要来找师父 那找师父 你一天到晚找师父 我也忙啊 我也不一定在 所以我们就有法会 三 还有什么 受八观灾界 一年有三次念佛 佛期法会 两次的法华期法会 有过年的法会 有跨年的法会 还有什么 遇佛的法会 还有七月中的 什么普渡 消灾拔剑的法会 但你一定要选时间来 一定要回来 无论年轻老少都要回来 再来 每个礼拜都有 什么呢 志工的回事礼 来发心 这个也都我们 张家师父在带 发心工作 清理 培养福报 你要常常来看 你皈依的大殿呢 知道意思吗 你要来看看师父们呢 偶尔看到我啊 吃饭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我啊 或者听到我讲话声音啊 或者真的有问题 来问我 也可以啊 你要常常这样 跟三宝接近 这是你皈依的地方 你尘世私生 尤其要常常回来 这样听懂意思吗 不容易陷阔 你听到有意思吗 世宏教徒世 跟他那样阔 你就要去 这台湾头 也没去走我台湾尾 也只走到台中 嫁一堆而已 你就外来 又陷太阔 那实在哦 听到心情 哇塞 不通 知道意思吗 你来看我 要来看我 怎么意思 这就是增长你的悼念 我没有什么好看的 但是呢 那是你皈依的本处 你要常常意念 因为这是你发愿的地方 发愿的地方 你看那四间人 都还要谈一个什么 结婚纪念事 生日还要吃个蛋糕 这是你今天的生日 叫做法生会命的生日 你都没拿个蛋糕来吃一下 所以要常常回事宴来 知道意思吗 这个要加强一下 那实在你不能天天来 我也怕你天天来 大家都很忙 对不对 没关系 天天上Facebook Line 你要去知道一下 事物发送什么样的法语 要去按个赞 有事没事要打个卡 要这样子 要常常透过这些法门 上官网 或者是YouTube上去听法音 这个要的 你知道意思吗 我们有居士 几乎一整天 有空他就在听 他进步非常神述 这是你自己的事 但是我看起来 也是叔父的事 因为你现在就变叔父 给你整个人 我也要拥护你的悼念 懂意思吗 我也不能太强迫 我是所谓道德劝说 但是我希望 未来能够有机会 怎么样呢 你们都要那个Line 要按那个Line at Line at就是 我能够推播法语给你 你那个Line 加群组没有用 因为群组每个人都在 都在放东西 我给你的法语 一下就不见了 但是如果加Line at 就是万佛寺的那个at 你去加它的话 我直接送到你个人的Line账号里头 你直接就看到 我的讯息我的消息 法会消息 没有别人拦在里头 那个Line at 你要去加万佛寺生团 好像是这样 等一下等一下我看一下 是名字叫做什么的 我自己弄忘了 要去加一下 或者是加我的朋友啦 或者加万佛寺的朋友 都一样啦意思一样 不一定加我的朋友 加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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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什么呢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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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万佛寺 生团 一样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不然 你会渐渐就忘记了 你的皈依心 申杰林万佛寺 这几个字 好 你搜寻一下就有了 或者是 申杰林万佛寺 那么就这样 那么你加 那加Line at 那加进来 那么这些呢 是我要提醒大家的 最后呢 再来就痛念生死 发谱提心 要发自立立他的心 那平常自己要多听经文法 要呢 随力随分的 在寺院里帮忙 那尤其回到这里来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你可以就近在寺院里 但是要 自己要少时间回来 北中南高 像台北 台中 都会有居士来 如果人够多 就坐游览车 如果人不多 你就找一个 居士要来的 一起搭他的便车 一起来 这样增加那个姻缘 好 这样懂意思没有 是这样哦 然后呢 哪怕你远路来 过夜可以的 女众也可以过夜 在我们界外 就旁边的铁皮屋 可以的 没有说什么不可以 外面说我们这个男众道场 辞戒道场 不让女众过夜 对啦 早期是因为没有制度起来 现在有了 你就在那边可以的 那好 再来就是说 如果你需要过夜可以 但是有个伴就是了 男众不用伴了 女众要有个伴 就有个 便便 流众伴 这样就对 因为我们这男众嘛 就像你孤单一个女众 我做到什么事情 我甚至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好 有个女众陪伴这样就好 一个就可以 这样就可以 那夫妻一起来就不用 不一定要陪伴 男众住这边 女众住那边 也可以 有时候远路来 多住一天 欢迎 不怕你吃 越吃越好吃 怎样意思 不怕你吃 是这样 还有呢 要参加什么呢 慈善会 北中南高要去参加 拜托 要去你去茶 因为台南很缺 那新竹 不不不 嘉义以南 那么呢 那个什么呢 路竹以北 通通可以来加入台南的 台南缺人 要来家 要这样 再来 可以去做 互生善缘公司的什么呢 经销商 或者到互生善缘公司 帮忙 帮忙搬东西 帮忙推销 你不做经销商 可以帮忙卖 帮忙卖 帮忙推销 这都是在帮助你行菩萨道 也是在意念师父的教法 懂意思吗 是这样 这个要做 好 以上所说 圆满 那么 希望你们 要长期的去修行 那么 也就要回去了 离情依依 希望呢 诸位呢 要长期意念 回到凡间去 就有好多凡间的事 我知道 但是呢 要常回来 要常常在 电脑 网路上中 亲近三宝 那尤其要回来 回来有佛法加持的力量 回来有佛法加持的力量 看到师父听到三宝的贩败的声音 有加持的力量 一定要用心 去旅游可以 去旅游可以 促进经济消费也好 但是 也要来这里万佛寺旅游 再来要多带你的儿孙辈 朋友辈 长官 同事 同事同参道友 回来万佛寺参加共修 这是应该要的 这是增加功德 随喜功德 增加你的福报 也是很重要 很重要 要这样做 男众女众 年轻老年都要这样做 再不做会来不及了 我们会伤害这个社会太大 为什么 因为恶法 善法不长 恶法就长 恶法 社会上面的恶 每个佛教徒都有责任 因为你不努力 拉人家来信佛 你不努力 劝勉人家来信佛 所以呢 佛教徒要攀缘 为了利益众生 要攀缘 这是佛经上说的 不是我说的 佛经上还怎么说 你知道吗 注意听哦 佛经上还说 为了付持三宝 必要的话 要舍微仪 永恨的去跟人家吵架 甚至于 连五戒都舍 去付持佛法 五戒都舍意味着什么 你知道吗 准备跟人家打架了 准备会有可能去杀人了 到这种程度 佛法会不会变成 那个很激烈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啦 他的意思是指的说 在家居士护持佛法 让三宝清净 遇到恶人的时候 你都得要勇于出面 是这个意思啦 懂意思吗 这在哪里讲 你知道 捏盘经上说到 大波捏盘经上 讲到这个道理 所以说 人家居住 有咳基书 做这种护持的动作 佛陀入灭的时候 跟国王一一交代了 他要护持三宝 这用心在哪里 你就知道 所以你们诸位 有利出利 有钱出钱 有能力出能力 有时间出时间 有人员出人员 要多拉人来 懂我意思吗 好吧 就算不来万佛事 也要到佛门去 哪个佛门都可以 懂意思吗 那因为你在这里归依的 多带回来这里 当然好了 这样懂吗 懂不懂 好 就这么着了 我们来回向好不好 我们一起站起来 然后呢 随着维诺斯物 一起念回向 我也下来 我也下来 等一下 对 然后回向完了 在礼佛三拜之后呢 谢 然后对面再送 同仇和尚 对啦 有人要回去 对不对 那如果你自己开车 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施路谈的 五点 五点 五点半 我们在二轮件 好不好 都可以啦 要回去 留起 车车人 就不能再车车人 你就自己回去 自己开车有事情 要跟他 都可以 五项没什么事 不用担心 不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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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担心 好 就这样 我们在维向 维向文呢 在这里 维向文在 受归功德书圣行 跟着大家一起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大家把拜见 接下来把受归曲 受归功德书圣行 受归功德书圣行 不担心 不担心 无论 无亿圣服 謝謝 我三大 我三大 恢夕 光丧 一蟹 一蟹 归一 归一而上 参拜 好 放掉一半 阿彌佛 一蟹 恢夕 五蟹 四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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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